大家好我们这里是背景很假的美洲360 接下来我们就会大家看一下 上个礼拜马来西亚的重点新闻 不要错过咯 首先第一则新闻我们要讲的就是 Proton 终于赚钱了 根据Proton母公司 DRB HICOM 的财报呢 因为Proton有利润的关系 所以在2022年的上半年呢 DRB HICOM 转亏为盈 获得了一亿六千九百万的利润 这个对于DRB来讲绝对是个好事 当时DRB HICOM 为了 Proton 寻找合作伙伴 吉利的时候就是因为Proton 长年陷入亏损 不过呢 这个好消息其实有一点点隐忧啦 我们都知道目前Proton 其实面对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新产品引进不给力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产量不足够 第三点就是这个售后服务的影响 所以其实Proton 的进步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的 但是作为一个国产品牌 我们当然也希望Proton 可以过得很好 不过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 Proton 的这个销售成绩确实还蛮亮眼的 他们从年销量7万一路增长 到这个年销量10万 虽然这段时间呢 他们的这个增长是很巨大的 但是距离2011年创造的15万年销量的成绩 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啦 不过我们相信 在未来如果这个产量能够维持现在的水准的话 Proton 要超越这个目标 其实并不困难 值得遇的是 根据获得的消息呢 明年Proton 会推出两款新车 这两款新车能不能够帮助Proton 获得更高的销售成绩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这里补充一个知识给大家 根据 吉利的这个董事长李舒福先生自己的 这个专记呢 李舒福的汽车密码中提到 其实 Proton 会跟这个吉利达成合作协议 其实并不是这个前首相纳吉 促成的 而是前前首相敦马哈迪促成的 因为在书中就有详细的提到 会与和吉利联系就是敦马哈迪的主意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小知识了吗? 第二则消息就是Toyota Corolla 的小改款则行正式在英国市场开放预定 搭载两种引擎选项 其实在英国市场因为当地的排放法规非常非常严苛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的车款在英国或者是在欧盟市场 其实都只有这个混合动力引擎的选项 至于这个 Corolla 自然的也是搭载了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有两种排气量分别是1.8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配电动机 还有2.0公升的Dynamic Force Engine 搭配电动机 不过根据原厂表示这个全新的混合动力系统是属于第五代的THS家族 也就是Toyota Hybrid System 这个新一代的电动机除了它的效率更高之外 它的体积也更是要聚悉它的体积 整套混合动力系统的体积 只有25公斤 非常非常轻 当然在引擎的动力表现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在1.8公升混合动力引擎的表现呢 它的最大满力提升到138HP 比起之前的122HP提升了不少 根据官方数据它的0-100加速表现是9.7秒 其实还算不错的 当然更惊人的就是这个2.0 Dynamic Force Hybrid 的这个版本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提升到197HP 官方的0-100加速表现是7.5秒 你可以想象吗 一台混合动力的车款 0-100的加速只需要7.5秒 这个比起 Golf 1.4更快 所以非常惊人 不过 据悉啊这个混合动力版本是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我们要期待一下马来西亚市场的小改款 Corona 跟Corona Sedan 呢 会搭带什么引擎 第三则新闻是这个本田魂信仰者 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这个HONTA Civic FL5 正式在日本的寄居工厂下线 新一代的Civit FL5 Type R 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正的 JDM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上一代的这个Civit Type R FK8 还有在更上一代的Civit Type R FK2 其实都是在英国的工厂生产的 不过因为HONTA 调整这个全球的战略 英国的 Swindon 工厂关闭 所以之后 所有车款的生产线 都会移回日本跟美国 而目前这个Civit Type R FL5 就确定会在这个日本寄居工厂生产 这个日本的寄居工厂是本田在当地最先进最大的工厂 里面采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所以它的制造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最近就有日本的网民在这个本田寄居工厂附近 拍摄到有几辆这个FL5 Type R 在这个运输卡车上面 所以我们相信这辆车已经是开始量产了 虽然讲本田目前的官方还没有公布它的详细马力数据 但是根据一些小道消息指出呢 这辆车会继续采用这个2.0L VTEC Turbo 引擎 但是最大马力表现 会从原本的320PS提升到330PS 至于峰值扭力则是从400Nm提升到420Nm 以前驱车来讲这样的引擎马力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辆车会不会有Torx Tier的情况出现呢 我们就看一下Honda会给出怎样的Solution 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这个新一代Type R的 你呢? 第四值的新闻同样的是跟Toyota有关系 就是全新一代的Toyota Sanda正式在日本发布 采用TNGA GAP平台打造 而且还有这个1.5L的Dynamic Fox混合动力引擎 其实上一代的Sanda在马来西亚市场 一开始讨论度是非常高的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之后呢 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马来西亚市场当时SUV非常的风行 所以像是BRV等等的车款其实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 导致Sanda就早早退市了 不过这款车在台湾 印尼还有日本本土呢 其实销售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而在最近呢原厂就发布了大改款的Sanda 这个大改款的Sanda外观设计非常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采用了全新的平台打造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TNGA GAP 这个平台跟欧规的Yaris Yaris Cross是一样的 所以它具备了低重型还有高刚性的特性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也会比上一代车型更出色 但是它保留了上一代经典的侧滑门设计 我觉得MPV车款一定要有侧滑门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还有一个进步就是它的引擎部分 上一代的车款采用的是旧的1.5L引擎 但是在新一代车款上面呢它提供了1.5L的3缸Dynamic Force 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16PS 但是可以提供非常非常出色的油耗表现 而且其实开过Dynamic Force Engine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引擎的动力表现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这个新引擎的加入有望解决这个 Sanda动力不足够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Toyota在马来西亚市场有一辆7-seater的车款 也就是Velox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Sanda未来引进马来西亚的几率并不高 不过我个人觉得Sanda其实也是蛮帅的啦 如果需要7人座的车款看一下Velox也是不错的 最后一则新闻同样的还是Toyota的新闻 关于这个全新一代的Vios在泰国有好成绩哦 它在发布的12天内接获了8000张的订单 全新一代的Vios其实是由Dihasu所开发的 所以它才是DNGAB的平台打造跟Elsa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平台本身也是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我个人在开了Elsa之后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也蛮期待这个全新一代的Vios会有怎样的表现 在泰国市场呢 它们的Vios因为EcoCard的法规采用的是一具1.2公升的 Ruo Viti 4缸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92HP 峰值流量表现110Nm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马力表现非常的不好看 但是对于它们来讲 其实它们主要的是要省油跟日常的代铺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要求 除此之外这款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内装设计非常的酷炫 在顶级版本的Vios呢 它搭载了64色的氛围灯设计 你可以想象嘛 在B segment你可以看到64色的氛围灯 除此之外它的空间表现也有加大 轴距达到了2620mm 就跟新款的Almina一样甚至大过City 所以我们相信新一代的Vios会有不错的空间表现 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这款车什么时候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会搭载怎样的引擎 这一期都还要交给这个UMW Toyota来公布 所以如果你是期待这个新款的话 那么就真的要好好地等一等 因为目前真的没有任何的消息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所有新闻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OK啦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